黃仁勳的一句話全台封揮答 他說要在台灣建立一個很大的設計中心 一時之間九個縣市封搶揮答 但水電夠嗎還是那句話 經濟部長郭志輝今天立院打包票 2030年之前不缺電 他說明年底之前 台灣供電可以支持六家的數據中心 供電穩定你只能看到明年底而已 事實上AI需要非常多電力 那電力的話當然是未來發展的 有一個重點 不過呢今天大家的重點 可能一開始還是會放在 黃仁勳跑到什麼地方去 那他今天早上呢 跟這個美超委的老闆梁建厚 他們在Computex的會場上面見面 因為黃仁勳是他的這個 梁建厚的特別來賓 然後他們兩個呢 因為他們都是中文啊 台語跟英文三個這個交雜的狀況 那那黃仁勳很俏皮的跟他說 你這台多少你給我出價 然後後來呢 這個梁建厚當然跟他反應一下 然後黃仁勳就說 啊我是美超委的員工啊 然後梁建厚馬上就跟他說 抱著跟他說 我都給你對調調這樣 我會跟著你 所以看起來你看 從這個黃仁勳跟很多這個 相關的供應鏈 其實美超委我們也可以把它定位 是一個類似台灣的供應鏈這樣 你看關係非常緊密 好那他那這一次來 我跟他講 他不折不扣就是這個財神爺 他所到之處 大家都要去跟他摸 跟他抱 跟他簽名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看昨天揮打多厲害 他一天晚上漲了 約莫是漲了一個 Intel的這個市值 Intel大概是1300億 他就漲了1300億 等於是說 無中生有的一個Intel 好 那你看他現在股價 在整個標準普爾500裡面來說 只有9家公司破1000 他是其中之一 但是他的市值 目前為止已經達到 達到2.829兆 事實上距離蘋果 大概只有1500億 所以很簡單 他只要再多漲個6% 蘋果不漲的話 他就超越蘋果 變成世界第二大 所以他現在真的相當厲害 連帶了他自己 他可以說是一個行走的ATM 你看他的身價 111010億美金 已經登上全世界 第14大富豪 所以他當然一舉一動 會動見觀瞻 這次黃仁勳來到台灣 掀起了滔天巨浪 最重要最關鍵 還在發酵 後座力很強的是他這句話 要在台灣 打造一座大型的設計中心 請大家幫他找Location 哇一講昨天晚上 9個縣市都說 我要我要選我 誰最具冠軍項呢 對沒錯 市長會打就說 我要在台灣設這個研發中心 相關的這個 需要1000名工程師 結果他這樣一講說 哇大家台積電 已經讓很多縣市都充飲 發光發熱 那回答來那更不得了 所以現在很多縣市首長 聽到這個消息 昨天啊 聽說雙北這個 連這個 蔣安安市長啊 侯友宜市長啊 新竹高雄啊 等9個縣市都說 你快來你快來你快來 這樣一個表達歡迎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啦 這個 揮答選誰我們不知道 不過 經濟部長今天在接受這個 立法委 打選的時候就說 那他會去哪裡呢 那經濟部長的說法是說 我們經濟部的原則上是不會給他建議 但是他應該會選擇你想要他去的地方 就是說 揮答是不會這個 我們經濟部不會主動跟他說 但是我們經濟部會跟他分析嘛 分析說你覺得你哪裡比較適合 或許你就會去 那但是呢 我們經濟部的心理的面 到底想要讓誰中獎呢 很簡單 他說呢 研發中心哪裡選哪裡好 經濟部台電 心中首選是中南部 為什麼中南部呢 因為他們的說法是說 你要研發中心啊 電很多啊對不對 電很多的話因為北部電不夠嘛 而且北部目前 會維持有所謂虧線的這個瓶頸嘛 所以按照這樣的話 他暗示書是說 他們政府的心態是希望揮答到南部去 所以你一方面你告訴我說 我不會介入 我不會給建議 可是你心裡面已經有答案了 把它往中南部建議 把它往那個地方引導去 我就問 今天揮答要在哪裡設場 最重要的考量是什麼 就是我要離我的供應鏈很近啊 那如果從這個考量去思考的話 誰才是揮答最該去的地方 對沒錯 事實上北部應該是 如果真的揮答是要這個 設這個研發中心的話 相對可能比較好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主要是要交通用 交通還有用地 還有人才還有供應鏈 這個完全都要齊備嘛 那你看台灣的話 這個第一大工業城 就桃園在這個地方 那還加上說 桃園這邊有所謂國際機場嘛 還有這個自貿港嘛 然後還有這個 往北一點點在林口這邊 巴黎這邊有所謂台北港嘛 所以海空港其實都有的 另外一個目前為止 在桃園市區裡面有 包括說航空城啦 青浦特區啦 還有桃科的這個工業區等等 你要土地其實有土地 那如果你要供應鏈來說 其實台灣的這個 以桃園輻射出去的這附近來說 有非常多的 包括說像這個PCP廠啦 或是零組件公司啦 甚至很多廠 這裡面黃仁勳的供應鏈來說 43家裡面來說的話 就是他秀在背板上面的那43家 有22家其實在桃園 超過一半 他報名牌43家 超過一半就在桃園 那李當你應該最貼近你的供應鏈 你應該來桃園啊 對沒錯那我們再講還有一個是人才 人才來說因為北部也非常多學校嘛 你說說欸台大距離 至少也比這個南部近一點點嘛 所以大概約末有16所AI學校這些 所以那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的確北部可能是相對的 如果按照我們客觀的評估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然後陽文科是陽文科縣長新竹縣縣長 馬上就聽到消息 他馬上就說首選要在這個所謂新竹縣 然後他就說我黃仁勳已經這個找人主動來跟我們縣政府來聯繫 然後希望來設廠 那不論有沒有我們就就講 事實上就目前為止來說 黃仁勳會花落誰家還不知道 不過呢我覺得電的問題 如果真的黃仁勳後來覺得說電力無法解決的話 或許他真的會選在南部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我們有一點略為缺電 然後缺電的狀況之下 大潭這個發電機組又要一直不斷的這個讓他發發發電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這個司議員林濤就說 桃園市議員林濤就說 我們半年就被停了171次 他認為說這個對桃園人是不公平的 的確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另外包括像桃園市的這個副市長就說 你要追求亮點產業的計畫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桃竹苗大溪谷計畫嘛 那你要配套啊 那目前電力跟水資源的這個部署 都跟規劃落差很大啊 譬如說電力 電力可能桃園人會覺得說怎麼頻頻停電 另外水利來說的話 怎麼我們前幾個月的時候的北部 這個桃園這個地方有缺水的這個危機呢 所以看起來的話 我們可能在某些部分的基礎建設 的確是沒有把配套做好 到底有沒有缺電 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一個非常致命的巧合 幾乎整整一年前的今天 劉德英在台積電的股東會 他說政府跟我們講不缺電 我們也只能選擇相信 整整一年之後換成了童子賢 他幾乎說出一模一樣的話 但帶著一點無奈 他說我會現階段選擇相信主管機關說不缺電 對沒錯 事實上在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很多有識之士啊 從我們經濟部長童子賢 或者很多人都說 AI未來的發展的電力非常重要 那於是同時連最近常常發言 都是跟電力相關的 你看他講什麼 他說全世界不排碳的這個發電 佔39% 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是四成左右是 不排碳的發電 但是台灣不排碳的發電只有16 所以是全世界算是放牛斑 所以就是說是不是呢 我們要怎麼樣拉高 所謂的不排碳的這個發電 這是台灣的當務之急 好那當務之急的時候 所以核電會不會是個考量的這個重點 我覺得這個就很多人認為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放牛斑 我們怎麼樣擠到前段斑去的這個情形 可是你講到核電 政府總是告訴你 核廢料怎麼辦 核能因為不安全 周邊的人都反對啊 對 事實上應該這樣講 這個核能的電廠運作來說 跟以前的這個技術 跟現在技術 當然是有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是不是說 可以用比較好的技術 當然這都未來都可以討論 那尤其是我們要看恒春 恒春有所謂的核三場 那最近的這個恒春的這個鎮長 這個有史經 他就說呢 核三場研議是多數恒春人的這個希望 他說同指前只是說出了這個在地的心聲 好 當然無論如何啦 他們至少在在地來說的話 是好像偏向支持的一個局面 那如果我們來看這個 整體更大宏觀的這個民調來說的話 4月這個清潔能源公眾態度的民調裡面來說的話 有83%支持繼續使用蓋好的核電廠 就是可能核電可以研議啦 然後另外一個 51%希望台灣繼續蓋新的這個核電 事實上美國也有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是沒有再怎麼興建核電廠的 不過最近一段時間美國有這個天價的這個核電廠 叫沃蓋特呢 3號機跟4號機完工 那為什麼他們說是天大的這個消息呢 因為這一座廠呢已經蓋了非常久 從2009年開始蓋 然後計畫成本是140億 結果沒想到居然蓋了這個圓模式1.06兆 這個成本是暴增啦 那蓋好了之後你知道他們就說 因為目前為止 美國AI這個所謂大語言模型一大堆 那你只要一次運行 所謂的去GBT的LM的話 都會用很多電 所以他們就說 幸好我們已經蓋好兩座了 今天蓋好兩座 但我們還有198座要蓋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 未來來說台灣可能會有非常多的 AI的這個相關的資料中心 那這麼多資料中心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你就知道 它隨時要跑那麼多的大資料 那麼多的資料的時候 萬一你給它停電的時候 這個也是不能夠亂停電 不能跟金融廠差不多 好那根據這個統計是 AI資料的中心呢 需要99.99的穩定的這個電 簡單來說就是不能夠停啦 他說呢 一年的供電只能夠中斷5分鐘以下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會有一些 電壓不足的狀況會讓它中斷 但是不能夠中斷超過5分鐘 如果超過5分鐘的話 可能很多資料中斷資料都會完全不見 所以我才說嘛 在整個AI的浪潮之下 其實對台灣來說壓力更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發展AI之外 我們還有發展AI非常重要的半導體 半導體也是非常耗電 半導體跟AI這兩個大產業 如果是我們未來要看中了重點的時候 那麼 我們就必須要重新的來檢視一下 我們目前的用電還有發電的結構 秋林我們今天看到了經濟部長的立願出登場 絕口不提核電復興 但是我們等它可以超前部署能源規劃 對不起 最遠只能看到明年年底 你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整個台灣的經濟 或是台灣的科技產業 都只關心輝達 只關心黃仁勳 可是沒有想到AI運算後面需要的是電力 所以當一個主管 全國的能源政策的經濟部部長 他也是處於一種蹭輝達的心態 在談台灣的能源政策 我們先把眼前的問題解決吧 的感覺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難道這個 我們先把眼前的問題解決 然後呢 享受黃仁勳 享受輝達為台灣所帶來的這個經濟的高光時刻 就夠了嗎 當他說他的第一座研發中心 第二座研發中心 第三座研發中心要在台灣的時候 當這個蘇智峰說他的AMD的研發中心 要在台灣的時候 難道他們都只是要蓋工廠蓋建築物 沒有要運作嗎 這些一旦開啟運作的時候 那需要多少的電力 結果呢 我們的長期規劃 先看到明年2025的非核家園的政策 先走到我先達標再說 我先達標 我至少我先達包 達正 我有2025先沒有核電了 然後之後到底要怎麼辦 我們再來想 叫做 無比就煮函集燈 時到時到時到 那這樣子台灣的經濟發展 能夠永續嗎 永續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回答現在這麼愛台灣 當你的電發不出來 AI的晶片做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不會再愛台灣了 是 望哲你怎麼看 我們常常說一句話叫人定盛天 但是現在面對天底下的極端氣候 人定不見得能夠盛天 我們光看美國的例子 美國其實在這一陣子面對很多的熱讓襲擊 那他們現在反向思考說 是不是我們要用穩定的電來確保 美國像加州他們可以穩定供電 那所以他們把惡魔股的核電 給他做營益了嘛 那我們借進美國的例子 再回看看台灣 尤其現在包括像輝達 如果要進出台灣的話 他需要非常穩定的電 到時候你政府要怎麼趁輝達 都沒問題 因為穩定的電之後 你不會一笑國際 讓國際人笑說 原來輝達來到台灣之後 台灣還缺電 那不是笑死大家了嗎 這不就告訴你的 AI資料中心 一年只能中斷五分鐘 是啊 斷一分鐘 我看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說真的 現在企業看中台灣的 非常好環境 那我們政府呢 是不是要營造更好的優點環境 讓容納更多不只回答 未來讓更多的企業進出台灣 這才是上策 觀眾朋友你聽到這個地方 就在全球AI巨頭 齊聚台灣 跟全世界宣告 台灣是全球發展AI 最重要的軍火庫 居然傳來這個奇怪的消息 說在台的共諜 所謂的第五重隊暴增 已經超過十萬人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會傳出這個消息呢 而如果前場在民間 所謂的第五重隊 一旦 對包含我們的科學園區 在內的關鍵基礎建設 發動破壞 發動攻擊 馬老師 那不就等於癱瘓了 全球AI發展的七寸嗎 現在突然之間 熱門的一個名詞 叫做 第五重隊 是 聽起來又詭異又恐怖 什麼是第五重隊 就是 中共潛伏在台灣的工作人員 好 人數有提升的趨勢 你知道講出了一個 讓人驚恐的數字 什麼數字 超過十萬人 十萬人 潛障在台灣民間 我跟你講在馬英九時代 也曾經 國安單位有透露一個數字 大概四千到五千人 五千人 四千到五千人 現在突然間 知情官員說 超過十萬人 二十倍的要升 還沒完 說他們總共有八種手段 來破壞台灣 其中鎖定的目標 有三百三十處 哇 水庫 油發電廠 科學園區 還有總統府 三百三十處都很危險 好 那這時候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叫沈柏洋 跳出來說 哇 這十萬人 暫時配合 中共指令 破壞油氣水電和通訊等 關鍵 更恐怖的來了 就問他說 第五艦 重隊 到底是哪些人 他們是誰 哇 講出一串 讓你驚嚇的數字 村里長 宗教組織 包括公廟 黑道 甚至 立法委員 裡面都有 第五重隊 不會吧 來回頭來看 消息來源從何而來 觀眾朋友你來看 知情官員指稱 我就問 有種你就劇名嘛 什麼叫知情官員 描繪的跟真的一樣 而且不但是知情官員 還更厲害的是 居然有 國安顧問 一出來講話 國安顧問 知情官員 你叫什麼名字 這麼重要的東西 你露出來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不要放話 你亮大白話 什麼意思 就乾脆公布 這十萬人 我掌握多少人 他在幹什麼 很簡單 八個字嘛 以前我們知道 保密防碟 人人有責 你讓人人都去辦 監視這十萬個人嘛 好馬老師我問你 今天別人你不講 你特別去講到了沈柏陽 他是黑熊學院的院長 認知作戰的專家 今天我不能懷疑你 這個是假的 但是如果這是真的的話 我也很擔心 我們要怎麼來防範 十萬人搞破壞咧 好 那居然知情官員 跟政府部分也 付出訊息了 我們對付第五重隊 我們現在兩支部隊 來對付他們 我們部隊不可能動 我們部隊十八萬人 快已經跟他差不多了 不夠了 兩個各位 憲兵 警察 是 對付第五重隊 憲兵跟警察 所以第一步 現在一年的義務劑 現在要服憲兵役 增加憲兵的人 好 那警察是保二警察 對 要專門負擔這件事情 保二現在是 本來就固守在國營事業 電廠 科學園區 這些都是保二 那本來就已經在保護了呀 那不是 各位可以看 十八名那已經出來了 什麼中油啊 台水啊 便電所啊都有 好 那這四十八的關鍵設施呢 光保護這十八的地方 就需要一千四百七十八名 是 保二現在有多少人 多少人 一千兩百人 哇那不就是超過 你現在就算編滿了 人都不夠 人都不夠 好 那你說編滿不算 那編制是多少人 編制是一千四百四十人 編一千四百人 那現在把他的編制原格 一口氣提升到三千一百二十人 是 將來保二要三千一百二十人 我問你夠不夠 第一個 根本不可能提升到三千一百二十人 第二個 有專家預估 你如果要把這四十八柱全部選好 要八千人 八千人才夠 我不禁想一個問題 今天如果在馬英九時代是五千人 到了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 變十萬人這麼多 二十倍的要升 民政政府真的在意 所謂的第五重隊嗎 如果你在意的話 怎麼會讓他暴增了二十倍 而且如果暴增了二十倍 現在才在想 保二總隊要擴編來得及嗎 我們現在有訓練 訓練了兩波 一波五百人 一波五百人 訓練了一千人 現在五百人已經編制進去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人了 距離我們要求的三千一百二十人 還很遠 我再跟大家講 台灣現在 警專跟警大 都要招收保安警察系 補充員額快馬加鞭了 沒有以前保安警察 就是跟警察混在一起了 警察就保安警察 保安警察 加大的招兵買馬 但是兩個校 一年招兩百一十人 才兩百一十人 對 你就算三年你也不能補滿五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第五眾隊是真的 現在台灣的反恐安危 已經火燒屁股了 好 Vincent 在這個時間點 怎麼會丟出第五眾隊 十萬人的這個訊息 那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那有人質疑說 現在丟這個訊息出來 是為了轉移對王毅川的追註的關注的焦點 你怎麼看 我想說現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王毅川的關係不大 第五眾隊事實上 大家都討論很久了 因為包括到其實第五眾隊這個概念 是來自西班牙的內戰 對不對 當時說 這個敵軍有四個眾隊在前往馬德里 然後第五眾隊在城市首都內部 要詆毀我們 所以這第五眾隊的名字是這樣用法 沈柏洋因為是長期都在關心這個問題 沈柏洋這不是第一天在關心第五眾的 你去看他過去的發言 其實幾個月幾年來 都是在處理說中國是不是有滲透 中國是不是透過滲透 來達成他這個所謂統一的夢 所以因此我覺得 沈柏洋在此時此刻講這件事情 不會太例外了 大家也不用聯想到說 是不是要轉移這個什麼 王毅川的焦點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兩回事 第五眾隊是一個問題 那王毅川如果國民黨 認為這是問題的話 那就另安足利了 委員 AI盛世在台灣 就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居然傳出了第五眾隊 也在台灣 一下暴增了10萬人 很多人覺得懷疑說 這個時間點怎麼會丟出這個訊息 難道是抓緊台灣人對AI的渴望 然後去操作抗中保台 本質會是認知作戰嗎 他是在利用我們現在人 凡事都講求速食迅速 我們對於資訊的取得 很多人沒有花非常多的時間 去了解這個資訊怎麼來的 譬如說我們這次在國會 我們國會改革 他就給你貼一個黑箱 他給你貼一個違憲 但是我就跟他們說 我拜託了你們三個月 告訴我我為哪一條憲法 到現在我還是沒聽到 但他就給你貼一個表現 叫違憲 外面的那些年輕人就說 我們違憲 他給你扣一個帽子黑箱 但是我已經把它量化出來了 我讓民進黨講了一千多分鐘的發言 他有90%都在講抗中保台 不跟你談法條 黑箱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貼你一個 扣你一個帽子說黑箱 他現在就是利用大家 沒有時間去看直播 沒有時間花幾十個小時去看直播 他就貼你一個黑箱 大家就這樣 那一樣我覺得所謂的第五重隊 就是從上到下一起這樣玩 譬如說現在的 之前的法務部長 之前的秦泰昭總長 也是整天在那邊說 台灣跳電就是第五重隊幹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法律人本來應該依據證據講話 但是我到現在 還沒有聽到任何一個人 講出一個證據 或抓到一個人 告訴我 第五重隊存在台灣 這很悲哀 好 旺哲 所以你看 短短八年十年的時間 從馬英九時代的五千年 一下子二十倍變成十萬人 他們怎麼冒出來的 這個很明顯 第一點就是要借東風來一石二鳥 借誰的東風 借黃仁勳的東風 現在台灣都要吹起AI熱 如果這個AI熱吹起來之後 大家就說 那我們接下來是要保護我們的AI設施 第五重隊進來會幹嘛 搞不好對我們AI的基礎建設搞破壞 所以他達成一個 黃仁勳的AI的大帽子 來做抗中寶台的一個部分 再來第二鳥是什麼 第二鳥就是要轉移王毅川的焦點 所以現在拉錫薇拉要來救王希之 大家非常明確 你這個時候怎麼突然冒出這個東西出來 第五重隊說白了 就是幽靈重隊啊 我看你家有鬼 我就認為你有鬼 可是其他人都沒看到有鬼 就是他們有看到有鬼 這才算數 所以就問題回來 這個時間拋這一點 當然有他起的政治目的啊 繼續要關注廣川啊 王毅川 這下馬封我統大要翻頁 真的沒那麼容易 本來還想說 卡達烏行為 要讓整個監控風暴 就給他翻過去 這下他會有應付不完的控告 一人一撞 要控告王毅川他怎麼應付 更關鍵的是 中華電信到底在那一天 受了哪一個綠尾之拖 到青鳥的現場 去增設基地台呢 答案揭曉 就是洪生漢 拿出公文想要解釋 卻越描越黑 難道這就是當初 在王毅川口中 政治真防風暴 一切一切的起點嗎 今天整個真防 原來還有更嚴重的 藏在打炸司法裡面 有太多人民不知道的細節 來秀琳 其實那一天 徐曉星在問中華電信董事長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疑惑 完全不像徐曉星的風格 就是呢 他已經問出來了 這一個郭水毅說 有民進黨的立委請託 要把這個移動基地台的車子 移動到青鳥行動的現場 可是徐曉星居然沒有追問 他哪一位民進黨立委 這非常不像他的風格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 而且大家也都沒在問 那個民進黨立委到底是誰 這麼熱心公益 去幫青鳥申請 行動基地台的這個車子 結果呢 沒想到有人自己對號入座 跳出來了 這個人就是洪生漢 當然呢 我不知道他是心虛 還是擔心徐曉星 要報什麼更大的料 他立刻貼出一張公文 表示說我去申請 訊號改善的行動基地台車 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們那裡基地台 訊號以前就不好 但是他拿出來這張公文 是5月13號的公文 他5月13號就覺得 他自己的辦公室 他是覺得他的辦公室訊號不好 他說我青島一管的辦公室 訊號不好 我就請立法院 去幫我跟中華電信 申請強迫器 讓我的辦公室裡頭訊號 好一點 但是學曉星那天問 這一個鍋水衣的時候是問 5月24號那一天 是誰叫你把行動 這個基地台車移到現場的 所以兩件事電鍋到菜都 日期都不攏 你拿了一個5月13號要去檢視 5月21 24號 在第一月通 第二月通 這個東西是在院內院區的 強撥器跟基地台 我們問的其實是在 立法圍牆外的外場 馬路上面那個行動基地台車 因為是基地台車 那這是洪生漢想要幫王毅川 想要幫他自己 可是卻左之右處非常尷尬的畫面 好 委員 我就問了 您當過檢座 您當過檢察官 這個案子有很難辦嗎 今天已經有人告發了 然後中華電信的角色也可以查一查 他的強撥器 他的所謂的基地台也可以查一查 重點是 誰提供給王毅川第一時間 講出來比對的數據 有這麼難查嗎 其實如果這個真的要真心要查的話 這根本都不是問題 其實我們今天面對的一個政黨 其實他就是說謊跟呼吸一樣 自然的一個政黨 你像洪生漢 他以前在從事社會運動的時候 我還蠻尊重蠻尊敬他的 但是我覺得這幾年他整個變得很奇怪了 像你說他今天拿這個公文出來 顯然就是在說謊 那一個人怎麼會 以前那樣的人格蠻高超 怎麼今天變成是說謊誠信 我也沒有辦法理解 好像說你跟民進黨的混在一起久了 你不說謊好像不會做事情一樣 好那今天你說有關這個 王毅川他自己拿了這些資料出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這個資料絕對不會從司法機關流出來 因為司法機關不會去對於 人群去做 人生鑑別的比對 我們以前在司法機關 我們如果今天有監聽票 有這些調取票的話 我們今天會對的是案件相關的人 單一一個人或者是 案件相關的多數人對他們去偵查 不會對於大群的群眾去做 所以他不會從這裡出來 第二個會不會從國安局 這個我不知道 但國安局長現在否認了 結果你把這個扣除掉之後 那王毅川如果他今天說的是亂講的 他如果出來最後說我是唬爛的 我是這個說謊專家 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今天他真的拿到這個資料 而且這個資料還可以回溯去 做不同場次的交叉比對 還可以比對到2014年去了 我覺得這太可怕了 而且這些這三家電信公司 自己要檢討一下 你在搞什麼鬼 我那天在質詢中華電信員董事長的時候 我問他說一些相關的資料 民眾有沒有授權你們去把這些資料收集 他就說那個定型化契約裡面 有一條民眾可以怎麼樣 我就跟他們講說你這個很糟糕 這麼重要的資訊 你把它塞在定型化契約裡面 然後民眾去申請門號的時候 通訊行就拿給他 然後打幾個勾叫你在上面簽名 有多少人能夠閱讀懂那個定型化契約 就他的相關資料 他download什麼app 他上了哪些網站 他去過哪裡 全部被你收集下去了 所以秀琳剛剛我們聽到委員這樣講的 這是一盤打散的拼圖 我們就把它拼回來 來 洪生漢就是那個綠委 我們拼回了第一張拼圖了 第二張拼圖要拼的是 到底這三大電信業者 有沒有誰膽大到提供這個東西 給政黨或特定的政治人士 讓他們去比對 哎呦 現在拼圖也呼之欲出了嗎 我覺得這個民主黨立委張齊凱 齊凱大哥是非常厲害的記者 這就是一個調查記者 在做揭露真相的步驟 最重要的 他從王毅川的淬詞上面 因為王毅川在闖禍之後 他還不斷的辯解 他是對的 他透過的是非常合法的手機信令訊號分析 那絕對沒有違法監控 於是他就提出了一家數據公司 他不是一開始就說 是他的朋友 有一家數據公司提供相關的資料嗎 那就回溯他的朋友到底是誰 他在Trace上面 把這個朋友的身份給揭露了 那張齊凱就尋見 打電話到這家數據公司去 問他們說 你們有在做這樣的業務嗎 有比對這個519行動 他沒有直接問 但是他問的是可以比對這一場行動 跟另外一場行動 跟另外一場行動 不同的人的重複是誰嗎 你可以知道這些人是誰嗎 他大概是問這些 王毅川在電視上面所講的 這些活靈活現的事情 結果這家數據公司告訴他說 OK都可以 都辦得到 所以王毅川 他描繪那個情況是可實現的 不是唬爛的 所以就回來 吳宗憲委員剛剛講的非常重要 這件事情 三大電信公司 到底有沒有背著大家 在做這樣的數據分析 然後再發大財 再賣大錢 所以這件事情他說團結很重要 沒錯 如果當韓粉被監控的時候 你覺得沒關係 那是韓粉 那小草被監控的時候 你覺得沒關係 那是小草 現在青鳥也被監控了 如果你還是覺得沒關係 那是我們自己人的青鳥的話 那以後你再被監控 就沒有人會幫你講話了 這一個邏輯 你回來看這個余北辰 最近啊 他居然幫王毅川辯護 這件事情 真的是 真的是 來來來 還不如我們讓觀眾朋友 你來聽聽聽 可以互航互成這樣 我也拜託NCC的委員們 大家聽聽聽 話可以這樣講嗎 來 有沒有受害者 王毅川講完有沒有受害者 全民都是受害者 有沒有在青鳥行動 當時在場的人 有出來檢舉說 我被侵害了 我的隱私權被侵害 我就在啊 我不覺得我被侵害啊 第二個 王毅川 能不能在節目上假設 假設不知道有沒有罪 按照大清利率 假設有沒有罪 好像沒有罪 假設沒有罪 他就說我假設的 甚至他說 我就是亂講的 那會怎麼樣 那電視前面不能亂講嗎 那有多少名嘴來亂講啊 這是余北辰 在友台的節目當中 來秀琳 其實我好想看那個 謝政武的表情 那時候聽到到底是怎麼樣 謝大律師會覺得 你在講什麼嗎 然後呢電視上能不能夠亂講 而且呢他在現場 他沒有覺得被監控 他不是受害人 其實一開始我就提出 如果要搶救王毅川 民進黨想搶救王毅川 有一個方法還不錯 什麼方法 十萬青鳥行動 對不對 現在把授權同意書發給青鳥 十萬份的同意書 同意被監控 王毅川只要拿在手上 那就他就過關了 因為我是聽過他們同意的啊 他們同意被我監控 所以呢我就過關了 所以他只要有十萬青鳥的連署 同意說願意被他監控 像余北辰 他其實余北辰已經拿了一份 余北辰已經說了 我沒受害啊 你趕快簽一個授權同意書 給王毅川 你至少盡了一份力量 去搶救王毅川 比你在電視上面胡說八道 說在電視上難道就不能夠亂講嗎 大有多少名嘴在亂講 而且呢王毅川只是一屆百姓草民 王毅川是一屆平民嗎 這個大家可以公平一下 他曾經是民進黨 不分區裡頭的扛把子招牌 差一點進了立法院當立委 現在在電視上面行走 用的title是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他絕對不是一個普普通通 可以在電視前面亂講的一個名嘴而已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政治增防的疑慮跟風暴 一日 真相未出就一日不解 但委員 我們更擔心的是這種全民監控楚門的世界 無所不在 觀眾朋友我很快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打炸四法是現在我們的新政府 最重要的一個施政 可是你看喔 這次他那個通保法裡面有一個法條 就是說要調取相關人的資料 不需要法官保留的 而且我翻成白話 不需要法官同意 直接有需要 我警察機關就可以進行調閱 就上網去查 你去過什麼地方 你買過哪些東西 委員還是回到依法論法這件事情 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當然就是說所有的偵查作為 他必須要把它分階層 當然不需要所有的東西 都要像那個通訊通保法這麼的嚴謹 但是到底需不需要法官保留 我覺得這東西還是留有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 那當然不能所有的東西都不要法官保留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個絕對不行 好 那如果今天為了偵查的便利 而不做法官保留的話 我覺得也要做到一個點是 你要有第三方一個值得信賴的監控機構 所以德國他們在立法的時候 他們把這個有關科技偵查方面的東西 它是修在刑事訴訟法裡面 他們由刑事訴訟法來 來控管這個科技偵查方面的一些作為 好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第三方的監督機關 中立的監督機關來監督你有沒有不法的作為 用這個方式 同時它可以讓你在偵查的時候有一個便利性 但是它有一個第三方的監控機構 不過這一次我對於這個法 我更擔心的一個點就是 第一個 所謂的第三方監控機構 它有沒有做得完整 會不會又像NCC一樣一點都不中立 這是我擔心的 因為很多東西在原本的制度設計都非常好 可是到台灣大家就是有辦法把它玩爛掉 譬如說我們台灣的NCC這個制度 譬如說監察院它就可以把你玩爛掉 玩到一點都不中立 那今天我們法務部算講得很好聽 我們有一個什麼個資什麼委員會 它可以來監督這些相關資料的保存 一些使用 但是我說真的值不值得我們信賴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還有這些資料你取得之後 你怎麼保存 你怎麼銷毀 到現在我也沒有聽到一個完整的 報告出來 我今天也質詢的時候我也問法務部長 那你接下來怎麼做 部長我問了好幾次 他都沒有給我答案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沒有 觀眾朋友 醫護人員大逃殺 到此刻已經殺出了國安問題了 放眼六都 桃園過去三個月來居然離職醫護直逼 900人 為什麼一個月開出9萬塊 我還是留不住一個護理師呢 因為護理人員不夠 連帶就是關床海嘯 醫院院長都透露了 急診室哭得24小時是現在 還不是最慘 未來等上兩天三天 才能等到變床 你都不要太意外 但你可能要問 衛福部不是才使出大殺招 編列了40億 要給夜班的醫護加班費嗎 我們告訴你答案 什麼叫做好心做壞事 事實上在講這個議題之前 我想我們都要像這個全國的護理人員 包含醫師 我們都要獻上最崇高的經驗 因為他們的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繁重 但問題是呢 你的工作繁重有沒有得到相對 應該合理的待遇 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你知道嗎 那個黃靖平啊 就桃園市議員啊 他在議會直選的時候 就已經踢爆講說呢 桃園有一個護理師照顧的病患 將近是15個啊 也就是我們就這個所謂的護病比的概念 是一個護士 要一個護理師 要照顧15個病患喔 那因為這個工作量 其實非常非常繁重的這個狀態之下 按照他所掌握的這個數據啊 今年Q1桃園已經有 879名的護理師離職喔 那你有護理師離職 那接下來呢 講說那我如果一般看病是一件事情 但我如果住院怎麼辦 那黃靖平呢 他也質疑講說呢 以桃園目前來講喔 病床數剩下6380床 已經成為6度的倒數第二 甚至連什麼 我們講說一般的這個門診 你可能要等 那急診 急診總是很需要吧 結果他現在告訴你 講說急診病患 有3.4%左右的人 你等病床要超過一天左右 甚至 以全國平均來講是3.34% 比全國比例還要高耶 你剛剛提到了 醫病比 一個護理師照顧15床的患者 是多麼繁重的一個loading 所以願意留下來 你都要感謝他 所以你剛剛提到的 合理的報酬 40億不就是分批已經編下去 要給他們加班費了嗎 人為什麼還留不住 為什麼還繼續在大吃血 好我們在談這個護病比 比如說剛剛是1比15的 這個狀態之下 如果按照衛福部原先 所公布的叫做三班護病比的標準 事實上在地區醫院 如果你是值大夜班的狀況之下 確實會到所謂的1比15 但問題是在其他的時間 包含白班跟小夜班 還有在醫學中心區醫院跟地區醫院 因為它的差別是大小規模的不同 你會發現看到它的這個 所謂的護病比的比例其實都不同 最慘的是地區醫院對不對 地區醫院的大夜班 它的護病比就會到1比15 所以一般其實像護理人員 他們都會用輪班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問題是 當時衛福部為什麼要提出 這樣的一個標準 因為他認為說 有些醫院 或者是有一些所謂的醫療機構 很有可能他在整個的所謂的 護病比還有他排班的部分 事實上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那時候還編了40億 講說大家值這種夜班 其實很辛苦 要來作為所謂的夜班獎益金 老實講衛福部有沒有編這個錢 是有編 有沒有往下撥 有往下撥 但問題是 你今天這些護理人員拿得到嗎 我們就回來看 護師醫療產業公會的顧問 陳玉鳳他就出來講說 對你今天往下放是沒有錯 但是很多醫院他幹嘛你知道 他就告訴你講說 有啊有啊有啊 那我給你加薪資 你想說薪資增加了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你該給你的獎金我就扣掉 所以他等於是加你一塊 我可能從這邊又扣你一塊回來 你知道嗎 那我就實質根本原地踏步 對啊所以就有護理師抱怨說 他們到現在 我現在已經幾月了 現在已經六月了 他說現在只收到一月的所謂的夜班津貼 所以你如果再看回來說 數字上面統計 二月到四月份的時候 也已經有超過800名左右的這樣一個護理師啊 申請離職啊 難怪你留不住人 這個絕對不會是只有桃園市 一個直轄市的一個狀況而已 更怕的是它是一個結構性的大失血啊 那你看桃園市的衛生局長 劉怡蓮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坦承 他就講說全國各縣市啊 目前都在鬧護理慌啊 那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你知道嗎 除了這個護理人員不夠之外 甚至呢現在有在傳出來講說 有些醫院還幹嘛 你知道關病床啊 哦這個是環環相扣的 你知道我們每一個這個 所以你看這個護病比是怎麼算出來 他就是去算你醫院裡面的所謂的病床數嘛 是 再配置你的這個所謂護理師的人力嘛 可是呢現在就已經傳出來說 北部有某個醫院啊 關床率達到三成耶 三分之一啊 因為人力不足得關掉了 意思就是他如果有100床 他有30床是跟你關起來你知道嗎 結果這個傳聞啊 因為記者會去問嘛 結果衛福部的招募師師長啊 蔡淑鳳說不可能啊 他還反問說那你關床的到底是哪幾家醫院 為什麼 我先講衛福部官方的說法 衛福部官方的說法說 全國五月份的總病床數是14.1萬張啊 比去年同期還增加了1800多床啊 他說你們講護理師 護理師現在有18.9萬人 比去年同期也增加了3500多人啊 這個就是問題的所在了 怎麼下面一根草灰搭 你上面還在鳥羽花香 大家是活在平行時空嗎 所以這些東西最基層第一線服務人員最清楚嘛 你看喔 胸腔科醫師蘇一峰啊 他就直接講說什麼 他說哎呀我告訴你啦 衛福部掌握的數字是一件事情啊 但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他說因為去年有一個全國醫院大評鑑 床越越少 評鑑是容易過 然後呢等到你評鑑結束之後呢 醫院要開始加回病床 那個床位 這個叫做以前他們認為叫正常的操作 但今年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你知道 他說呢 因為現在護理師其實嚴重不足啊 所以你就算把床位加回來了 你也沒有人可以來照顧了 你沒有人 你收不了病人嘛 是 所以他就直接講說 衛福部帳面上的床位增加是假的 因為根本沒有人住進去啊 好觀眾朋友 現在在我們線上靜平在這個地方 靜平你在質詢的時候 爆出了這麼嚴重 幾乎已經國安層級的一個醫療大逃殺 你在桃園的觀察是什麼 1月2月3月4月 每個月都這個超過兩三百個護理師走人 然後留都留不住 醫院跟我們反映說 開出一個月 9萬塊新台幣的薪水來留住護士 留住護理師 還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環境太糟糕 也留不住 所以導致他們最後指導 不得已採取了一步的步驟 就是關掉他們的病床 急診一般的病床 所以把他的這個關床就關掉了 關掉之後 如果真心想要解決問題的話 就不會到現在已經這個迫在眉睫 焦頭爛額了 然後你還在那邊粉飾太平說 沒有我們現在護病比很OK 自從去年10月祭出三班護病比獎益金之後 各醫院如何如何 衛福部只看表面 不看深層也不看里程 因為當你祭出三班護病 獎益金有沒有確實落實在各個醫院 還是各個醫院有了這個獎益金之後 他有些就是挖東牆補西牆 我補住了A 我原來的那個B我就取消了 等於護理師護理人員 他們還是沒有加到實質的這個津貼 而且大家都說重賞之下必有永夫 你要有高的收入高的待遇 還要改善那個血汗 醫護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能再用各三班的一班 這個夜班的不平均的能力相比 然後讓這些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的 去再照顧這個病人 而且時不時還發生這個 有病患毆打這個醫護人員 那這種狀況的話 衛福部你根本沒有辦法正視 你只是把問題丟給地方 連錢都不願意出 連這個護病筆訂出來 一個遊戲規則之後 你也不願意 這個確實的去核實機查 請問衛福部有在做什麼事嗎 根本沒有嘛 雙手一攤 所以我覺得醫院的負責人 私下告訴我 不只桃園會蔓延到各縣市 官床潮只會越來越大 護理師只會越走越多 然後這種狀況不改善 一兩年之後 大家要等病床等急診室 可能都要超過48小時 甚至兩三天以上 等三天怎麼辦啊 所以你看照護師師長那個說法 立刻就被打臉了 你知道嗎 今天衛福部長邱太元到立法院去的時候 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就不敢那麼樂觀 他說會確實去了解各地區 各層級醫院的關床狀況 而且你知道嗎 事實上之前也傳出來講說 南部某個這個醫學中心 他因為人力不足 幹嘛你知道 乾脆直接跟內部規定講說 過中午之後不開刀啦 除非你是急診患者 不然下午兩點之後就不再開刀 甚至你看這兩天還有醫院 傳出來講說民眾看病十分鐘 結果等拿藥等了一個小時 也是真的等到受不了 到底什麼大事驚動了韓國瑜 要漏夜發出了澄清的聲明呢 因為有人說他現在一面當院長 一面下一步已經想好了 準備投入2025國民黨的黨魁之戰 哇他漏夜澄清自虛烏有 觀眾朋友你來看 點將錄到底2025的黨魁之戰 誰被點到大明 我們今天好好說給你聽 問題是為什麼去點韓國瑜 誰扯他後腿呢 是不是數大招鋒 你就來看到最近韓國瑜 聲勢節節高升 就連朝野協商 可總之外不是很厲害 那張嘴不是很厲害 滔滔不絕說個不停 韓國瑜說你點不點 別說話 那個愧高下立判 會是這樣 因此有人要去扯韓國瑜後腿 你不能太過太高張 你看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 吳思瑤 吳思瑤居然最近這個 在柯總昭口裡眼中的北投媽祖 他正在密謀要綠白和去扯斷去消滴 降低韓國瑜的聲勢 該的愧難嗎 來今天請秀玲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三今半夜發聲明啊 我覺得韓國瑜的出手真的是快很準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難說是國民黨內有人要去扯韓國瑜的後腿 因為這個故事的版本是說 韓國瑜現在想要推周習偉出來選黨主席 然後讓盧秀燕選總統 然後這個江啟成接棒盧秀燕 這個故事是從盧秀燕在一個新聞場合說 下一棒要交給啟成囉 開始出來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當然就是說 韓國瑜要介入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 他要在黨內有一塊地盤 那韓國瑜當然知道此時此刻 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立法院院長這個位置上面 怎麼把高度做足 當你呢這個院長的高度要涉入黨內的政治爭議 你就會被認為你是一個不中立的院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的政治高度已經到了五院院長了 還在管這一個有關於支持扶植誰去選黨主席誰去幹嘛 這件事情 這個韓國瑜的想法絕對跟陳菊是不一樣的 那陳菊在院長的高度上面 去幫某某某這個嫡系子弟兵 站個台講個話發個聲明稿 他都是可以做的 但韓國瑜顯然不是要走這個路線 就是政治跟這一個所謂的院長格局之間的衝突 所以他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發新聞告訴大家 現在你們大家所說的這些故事都是子虛烏有 不用再傳了 而且這個很有可能看來是民進黨敵營的見縫插針了 因為在立法院一敗再敗再敗又敗的柯建民 此時此刻當然把所有的怨氣都出在韓國瑜的身上 你為什麼不能跟以前的王金平一樣呢 以前王金平跟我的合作 明明在立法院裡頭我們合作無見暢行無阻很好啊 為什麼韓國瑜你不是王金平呢 我覺得柯建民心中現在最大的痛是這個 那至於吳思瑶啊到底為什麼要自PO 這是他自PO啊 自PO一張他跟黃珊珊在一起談民生法案 他們在談打炸法案 他意思是告訴大家我是很關心民眾的 而且呢他現在成為假設民進黨要發起罷免大戰的時候的鎖定目標 他已經被鎖定了他被lock住了 所以呢他必須告訴大家降低他的仇恨值 我跟大家都可以和解的 我現在還可以跟黃珊珊一起討論民生法案 所以他是在自救自保 他很擔心他就會成為這個被罷免仇恨值最高的那一個立委 所以在他的北投選區白贏的也不在少數 我換句說他是有選票的 今天這張照片有訊息量非常大 他就是告訴選民我告訴你喔 白不可不是只有當藍的盟友 如果要綠白河我是關鍵喔 還有你們不要罷免我 你看黃珊珊已經坐到我旁邊來了 所以有看到這些我覺得最心寒的可能是柯建民 他不是這個一直不斷的讚美北投媽祖多麼的辛苦 多麼的投入多麼的認真嗎 結果他的北投媽祖已經跑去跟他最討厭的 這一個民眾黨合作了 好維翰我們知道 國民黨主席的改選2025要舉行 他當然很重要 有關2026 2028 可是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會扯出韓國瑜 逼著他半夜發聲明 誰在扯他後腿啊 誰在扯韓國瑜的後腿 來俊強哥 2028四年後總統誰選 是盧秀燕還是韓國瑜 誰說得準 2028太遙遠賣共好不好 2026誰選新北市長 是黃國昌還是李四川還是劉荷蘭 2026都說不準了 2026也還有兩年多對不對 所以就先講2025好不好 2025的7月明年國民黨當主要改選 所以呢我昨天寫了篇文章 我點名這個包含了盧秀燕啊 還有朱立倫啊還有侯友宇 看起來這三個都有可能 然後把這三個人所謂的韓江盧 三個人現在目前友好他們是一組 寫出來以後呢 昨天半夜一點多 韓國瑜的群組講說 欸有關於這個主席 什麼什麼黨務 完全沒有設 我想說是你說話 後來發現不是這樣 嚇我一跳 你不要上車 不是不是講我啦 為什麼 因為昨天以前盛傳 韓國瑜因為身為立法院的院長 俊強哥立法院院長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以前黃金平都選黨主席 為什麼不行 對不對觀眾朋友現在講對不對 那是全民的院長 因為立院主持法經過修正 當時還沒有這一條 後來王金平2005年 跟馬英九選黨主席 馬王正真 連載不是投給王金平嗎 後來馬英九贏嘛 對2005年 所以觀眾朋友我都有跑 所以跟你講清楚 我不會說不對 後來立法院修了立院主持法 就要求立法院的院長 要議事要公正 不能設黨務 所以立法院院長 是不能選黨主席的 來請導播給我個特寫 看我的表情 立法院院長 不能選黨主席 韓國瑜 不會選黨主席 這樣開關了吧 對 好那不開關 因為韓國瑜不能選 所以他就派了周習偉去選 所以要跟他扯上邊 那韓國瑜代理人的 那問題是 這個新聞我不知道怎麼來 因為我也沒有這個訊息 我也沒講過這個話 就有人在講說 韓國瑜要派周習偉出來選 那這個事情韓國瑜不能說不解釋 所以趕快傳有沒有 有關介入黨主席一事 特指說明 專注立法院行政中立 主持中立 沒有這回事 所以觀眾朋友第一個 韓國瑜不會選黨主席 第二個 韓國瑜沒有派周習偉選黨主席 第三個 那為什麼現在出這個問題 因為上禮拜 可以講這麼白嗎 上禮拜 這個 朱立倫主席 因為端午節要跟 國民黨的記者吃飯 對 吃飯期間大家閒聊的時候就講啊 之後被選黨主席啊什麼的 因為朱立倫要 他現在黨的 要連任啊 他自己的東西他沒跟記者講 可是他提了 大家怎麼都沒有講侯友宜 侯友宜可以選啊 侯友宜怎麼可以選 侯友宜不是中央委員啊 早就講過侯友宜不行啊 之前不是你看 像是這個趙少康回國民黨 你不能選對不對 他沒有中央委員資格就不行對不對 還有回來的時間等等 他說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國民黨 執政的縣市長十幾個對不對 通通都聘為中評委 所以中央委員跟中評委 資格以上的 就能選黨主席了啊 你去看 上個禮拜五次都出現 侯友宜有資格選黨主席的新聞 就出來 對不對 好那這個新聞出來以後呢 朱立倫再跟大家講啊 說沒有啊 我沒有叫這個侯友宜去選啊 大家不要造謠 因為縣市長呢 都要認真的做好市政 專注市政 講完這句話以後 兩個人就量了 兩個人加起來又量量了 第一個就侯友宜 他是不是市長 是不是專心市政 那你不要選當主席 另外一個是誰 他已經發了新聞稿跟大家講 沒有這回事 我不涉入 其三 朱立倫現在問題要不要選 他都沒有說 可是其次呢 我現在所講的 第一個我已經跟你講 韓國瑜不會選了 他也不會涉入黨務 可是韓國瑜挑了誰當他的副院長 江啟成 要選市長啊 對他挑了江啟成 那盧秀燕呢 就在禮拜一的時候 應該是今天禮拜三 對禮拜一的時候 他在一個石鋼的公托 因為他是市長 他說我當市長的時候 台中市那麼大之後 五個公托 現在呢 我媽媽市長 四十四個 還要繼續往下 一棒接一棒 然後看一下江啟成 之後由江啟成接棒 第一次對外宣告 這樣有清楚嗎 直接公托了 他從來沒有講過這麼清楚 因為石鋼在接棒的人當公 他怎麼不點名張石鋼接棒 石鋼他會選台中市長嗎 所以就感覺好像他要接棒給江啟成 所以他們兩個的關係不錯 他又參加副院長 他們三個人剛好 都重用過一個機要幕僚 叫鄭兆馨 他是韓國瑜的新聞局長 他是現在台中市副市長 他也是以前江啟成的機要幕僚 所以三個人的感情很好 關係很好這個沒有錯 但是我沒有說他一定要挺誰 去選黨主席 觀眾朋友講到這裡 所以你就知道 在立法院當中 韓國瑜的角色 他就已經擺上瓶瓶了 當一個好的立法院院長 不會涉入明年的黨主席選舉 而朱立倫主席會不會尋求連任 盧秀恩跟侯宇會不會選 另外還有別人 我一次把他講完 傅昆琦 張亞中 周錫瑋 都是自由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 還不知道到底最後會有幾個 黨主席的參選人 好 剛偉翰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韓國瑜他只能當全民的院長 好 那在這樣一個主戰場 國會的情況之下 他怎麼歷經了這麼多朝野對撞的 心風血雨 把自己的行情越墊越高 是因為這樣數大招風 才逼得他半夜出來發聲明嗎 這就是韓國瑜跟以前的不同 任何有可能被誤會的地方 我就要嚴正澄清 你看韓國瑜四年前才剛被罷免 但現在問題整個已經活過來了 變成國民黨裡面對不對 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就是明天 6月6號就是他罷免的日子 對啊 那四年前整個摔下來 你有想到說政治眼前一村皆是沒有 現在今天變成是國會 誰料想得到會有今天 我現在跟大家預告 今年的國慶日 誰會站在那邊跟賴清德總統 兩個人筆尖對不對 在那邊接受大家的這個 韓院長啊 對啊 那國慶職委會主委啊 所以現在韓國瑜聲勢上來了 那這個是怎樣 是有一個塔羅牌有沒有 塔羅牌專家去幫他們算流年 說韓國瑜跟柯文哲的流年 這個也能比喔 我們總是跟大家講一下嘛 我們答一個金魚 就是說這個不必進去 成屬參考 對 但他們兩個抽出來 塔羅牌高手把他抽出來以後 兩個都是死神牌 但是塔羅牌我並不懂 那專家有解讀說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重大的變化 死神牌 我不是塔羅牌高手 可是重大變化就一個好像 從這個點往上衝變化 要馬大 這個點往下掉也是變化 所以一個要重開機嘛 一個現在目前三大案啊 然後立法院現在目前也都在 討論黃國昌聲量的下降 所以這就是韓國瑜跟柯文哲 他們兩個一個往上走一個往下滑 很大的不同 好 你就看到這樣的一個人是 大轉變的過程當中 唯一一個不變的是什麼 是彈性 哇 今天他被見識到說 韓院長跟那個在台北市 那個農會的那個韓總 他可以無痕切換 也太厲害了 立法院長在立法院走動 但是有一個地方叫康園 每一次只要雲林要賣柳丁 屏東要賣什麼對不對 原物都是去那個前面的廣場 那立法院長韓國瑜不是 他現在有主持議事嗎 對 上禮拜這兩個禮拜前 他處理那個國會改革還是很累對不對 可是 韓國瑜是北農總經理出身的啦 對 看到農產品他就有Fu 走過了康園 看到柯智恩有沒有 因為南部來的嘛 他馬上就 立刻就走上去有沒有 跟大家照個相 順便推薦一下我們台灣 各地好的農產品 所以受到這個 對不對 現場這個農民 跟這些攤商的歡迎 這韓國瑜一秒切換 可是韓國瑜我剛講的 他現在跟以前當高中市長完全不一樣了 他現在主持議事非常溫和 但是溫和當中也有堅定 現在是沒有主席的嗎 朝野協商大家談這個什麼 這個原住民砍發的那個補償 吵來吵去以後 韓國瑜講了一句說 現在是沒有主席的嗎 大家圈閉嘴好不好 來看一下韓國瑜主持 朝野協商的這段畫面 也很敢 議長我很對 等一下 你反對我們就 等一下等一下 我無法講清楚 為什麼不能講啊 朝野協商為什麼不能講啊 朝野協商 到最後一旅路的議事 我講一下吧 我聽得出韓國瑜另外一個是誰 一定要講的是誰 那是柯建民 又是他們兩個 柯建民就是很愛講嘛 但是韓國瑜他軟中帶音 他有你現在閉嘴有沒有 他有現在講說你現在閉嘴 那所以柯建民也是丟起來 但是你看韓國瑜沒有跟他嗆喔 他說好那你講你講 可是他也告訴大家 他說不要一直講 我是主席就讓我來調整 所以呢韓國瑜現在立法院當中 遇到衝突 遇到有人要發言 遇到這個藍綠白在吵的時候 他都有辦法處理 而且呢還維持大家 還尊重他是一個院長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目前韓國瑜在這個立法院 如魚得水跟過去 當這個北農總經理 當高雄市長 還有選總統的時候的狀況 完全都不一樣了 這張死成牌抽起來以後 目前看起來 是往上再爬升當中 死成牌在手 大好的韓國瑜 宇軒來告訴我們 這個柯總召 誒 一再吃憋 一敗再敗 剛剛說嘴巴閉上 你怎麼看 不是啊 柯建民他就是這樣子嘛 因為對他而言 韓國瑜就是他在立法院 最大的阻礙嘛 所以他當然是想盡辦法 不管在任何草野協商裡面 他一定會跟韓國瑜開槓的 我倒覺得 老柯的表現跟反應 我不是很意外 但我反而必須要回歸到 黨主席這個點 因為我覺得想問各位幾個問題 第一個啦 國民黨到底為什麼 那麼多人要去搶 黨主席這個位置 如果假定真的有人要搶 就因為你覺得搶 搶國民黨黨主席就是什麼好說 我可以提名2026啊 2028啊 2026你自己去盤一盤嘛 蔣旺安他會換人嗎 新北市是侯友宜決定了吧 張善政會換人嗎 盧秀恩不是盧媽決定了嗎 六都我都快唸完了 還是你要決定高雄是誰 高雄不就柯智恩嗎 他那個 對啊那個能動的範圍不大啊 那2026哪有什麼效的 你能操作的根本沒什麼空間 對啊 那你黨主席要競爭幾個小議員 那要搶什麼搶 對嘛沒道理嘛 而且你知道你不要忘了 國民黨主席要籌錢喔 現在看錢也好囉 不是一個好工作喔 是一個辛苦的工作 所以他是有一個理由嘛 2028嘛 所以你仔細看 你點名到的這幾個人選 除了周期我們先不要談 韓國瑜 盧秀燕 朱立倫 侯友宜 是不是都想選2028 都有那個能耐可以選嘛 所以理論上來講喔 國民黨以前一直犯的一個問題喔 特別是韓國瑜有一個切身之痛嘛 就是說我今天想選總統喔 但當時他被誰整慘了 被吳敦毅整慘了啊 是不是 吳敦毅啊一下拉郭台銘啊 一下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然後搞了整個初選亂七八糟之後 然後整個人都毀掉嘛 先毀一半 國民黨的特色就是說 黨主席喔 往往在決定總統人選的時候 會先毀一半 那你說侯友宜是不是這樣 侯友宜也是這樣子啊 侯友宜他原本民調是不是4045嘛 結果等到他公佈之後呢 變了多少 變35 哈哈哈哈 直接毀掉 這黨主席是 毀總統候選人專業戶 所以現在對於國民黨 他們認真這個概念嘛 你今天想要奪得 2028這個總統大位 你一定要拿下黨主席這個位置 這才是最至關重要的啊 但現在有趣的來啦 前提是你要拿2028 這個我沒意見 但問題是你2028要會贏嘛 對不對 你要選的贏的2028才有用啊 啊 就不是 損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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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選有參加就好了 自在參加不再當選 沒有人這樣子的 所以我現在反過頭來 為什麼韓國瑜這個時候 大概幾年要半年 至少三年吧 四年吧 那這三到四年期間 他如果做的不夠好 如果疊了膠 俊仲哥我問一下 他如果是一個 非常沒有人氣的立法院長 他選上黨主席 他有何用 他還是不能當總統啊 他還是不能選總統啊 他就變成朱立倫了嘛 就跟朱立倫一樣嘛 那主席給他盪在久 他沒有辦法選總統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喔 你說韓國瑜會不會爭 我覺得不會 而盧秀恩的個性也是這樣 盧秀恩的個性就是不爭 他都順勢操作的一個人嘛 那你要我就跟你去 他只會營造出一個 適合自己的場合跟氛圍的時候 讓大家把它拱上邊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說韓國瑜跟盧秀恩 會不會去搶這個主席大位 我打到一個問號耶 我覺得機率很小耶 我反而覺得 你知道誰最想選你知道嗎 我最近聽到一個消息很有趣 朱主席一直叫下面的人 到處講說 沒有啦 主席沒有要連任啦 主席沒有要連任啦 在黨內 不能放這個訊號 說主席沒有要連任 但我看來 我覺得朱主席 他可以改名喔 叫做這個朱泰公 朱泰公釣魚院者上鉤 一個釣竿放下去之後 看各方各路人嘛 有誰會來咬嘛 所以這時候才把周期偉丟出來嘛 我講白了 周期偉怎麼可能選黨主席 你現在選主席 他不是民意調查耶 他是什麼 黨員只選耶 請問一下周期偉 有去經營黨員嗎 有去經營調查嗎 就算韓國瑜說 我好退萬步 這個謊話是真的 他要支持周期偉 然後周期偉就會選上了 沒有這件事情嘛 所以民意調查在黨員選舉 不是基礎比的是拳頭嘛 所以這個時間點喔 你論我為一個問題喔 我覺得最想選黨主席的人喔 其實不是洪友宜 也不是韓國瑜 也不是盧秀燕 反而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叫朱立倫 委員你怎麼看 韓國瑜最近擔任立法院長 讓人家耳目一新 表現非常的好 發現說他果然很適合調和頂耐 那也很適合擔任這個立法院的院長 本來事前大家對他還有很多的憂慮 他會不會把這個院長給幹好 或者會把這個院長的位置給砸鍋了 結果他不但沒有 而且表現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好 這個是各黨各派的共識 那剛開始大家認為說 他對立法院的議事規則不熟 平常心講他還真的不熟 為什麼 這個已經太生疏了嘛 他幹立法委員兵十幾年前的事情 他當然記不得 不要說他啦 我現在離開立法委員的位置 還沒有十年 有些規則我不一定那麼多抓得清楚 何況是立法院的院長主持議事 要隨時反應的 不過他很聰明 找了一個我們立法院的活字點 這個周萬來回來當秘書長 那就有了這個議事的大將的話 他就會處理得很順遂 至少有小錯誤也不會太嚴重 那現在當然有人講說 你聲光這麼高 是不是可以考慮來選明年的這個黨魁 那基本上是不存在這個考慮啦 為什麼 因為法律明文規定 立法院長不能擔任任何黨職 這是明文規定啦 那除非他辭掉立法院院長 那辭到立法院長 現在國民黨也沒有什麼 一下子找不到適合的人 去當立法院長 你說找江景成來接嘛 江景成是要回去選台中市長呢 擺在立法院長的位置上 有點不太對 那你要找傅昆琦來的話 那傅昆琦可能另有打算 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是覺得 暫時不要使得國民黨的人士裡面 這個布陣亂成一團 韓國瑜只能聞風不動 在那邊擔立法院院長 那你說黨魁這個位置啊 的確有很多的黨內同志 對朱立倫頗有為恥 那主要為恥也是因為 在何友宜大選失敗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其他的導致大家對他沒有什麼太多的批評 那唯一的時候要去批評朱立倫的 他立法院選得很好啊 總統選輸了 何友宜他自己挑的啊 所以變成他負責任 我也同意這個看法 可是你不能因此說 叫何友宜來選嘛 那不是更不妥當對不對 這怎麼說都沒有正當性嘛 何況何友宜來跟朱立倫競爭 更沒有正當性 這是一個 一個就是糾結在那邊 敗選責任誰也離不清嘛 你不能說敗選的朱立倫有責任 何友也沒有責任 盧秀燕啊 那現在就大家都會想到盧秀燕 我覺得盧秀燕是意願的問題啊 而不是可行不可行的問題 因為他的任期什麼 他的任期馬上到了啊 然後所以他來選黨主席 只要他願意的話應該有機會 不過盧秀燕不是一個 喜歡搶取的人 你要注意到 所以如果是這個 朱立倫想選的話 他會出來跟他競爭的概率 大概不會那麼大啦 所以整體來講 朱立倫的當選機率還是很高 好觀眾朋友我們今天看到了 老柯在國會節節敗退的情況之下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來 宇軒告訴我們 居然在老柯口中的 八道媽祖伯 吳思瑤 居然秀了一張 他跟黃珊珊同花的照片 幹嘛 他要營造綠白河朝野大和解嗎 到底 欸這個可不就是你們口中的 沒有用的巴西嗎 現在秤的那麼緊 你在打什麼算盤 以前我們都講民眾黨啊 就是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門 就不管是柯文哲啊 不管是黃國昌啊 兩種各樣的特性 你這樣想 駿翔哥 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現在怪了 這個一家人 現在好像家裡鬧內訌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民眾黨 明明柯文哲都還每天在那邊 你汪一川 趕快進去裡面 騷我們落地霸塑 罵民進黨罵人羞 廢監察院 來啦 都來支持我 感覺跟民進黨之間 也沒有和睦啊 跟國民黨之間 好像也是合作 但不對咧 黃珊珊怎麼不是這樣子 黃珊珊跟誰越來越靠近 跟這個 我們仔細的端詳她 最美麗的臉龐 越來越挖 越來越挖 越對越挖 現在講說打炸事法 雖然這個 我們獲得了共識 代表黃珊珊要支持 民進黨的法案 甚至連吳思瑤本人 也曬出黃珊珊的合照說 草野破冰了 草野破冰了 其實不只是這樣 因為黃珊珊 已經不只一次跟民進黨開記者會 甚至我好像沒有看過黃珊珊跟國民黨開記者會 他只跟民進黨一起開記者會 他的路線定調很清楚嘛 就是要跟民進黨維持友好的關係 甚至不排除是小綠 所以你看黃珊珊 但是他還是要 也是要嫁給一個姿勢 你知道嗎 我哪有我親切啦 我們委員會討論很進行 法案合作法案合作 不要誤會 好沒有用的巴西 不要忘了哪有一個黃國昌啊 他的態度呢 對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最怪的是什麼 最怪的是喔 當黃珊珊一味的 往民進黨呢 去靠攏去合作 但是你說黃國昌不對啊 黃國昌照三餐給民進黨吃醜肉 這個意義上不一樣耶 是一直在修理民進黨耶 所以你看他連黃國昌都喊話說 即便有爭執 人無礙創造更多的合作機會 我都想說黃國昌應該心裡想 太離譜了吧 所以很顯然 民進黨現在在做什麼盤送 我覺得民進黨看出了民眾黨策略 因為民眾黨策略很簡單 我訪問一句話好了金翔哥 請問民眾黨現在到底支持國民黨 還是民進黨 國民黨啊 兩邊都壓 兩邊壓寶 為什麼 國會改革他們一路挺國民黨啊 那是一案就一案嘛 柯文哲有講過嘛 那是因為賴清德還沒上任 所以我只是暫時跟你法案合作 他說你未來賴總統 NCC有事法院 認識啊都會配合你啊 沒問題 你這樣怎麼會支持國民黨 國民黨肯定背革到底 所以柯文哲在玩兩面手法嘛 但兩面手法 一面叫做黃國昌 一面叫做黃珊珊 而這兩個人隨時可以為柯文哲所用 如果賴清德跟柯文哲地數幹 黃珊珊就會往上串了 對不對 如果賴清德一直不理柯文哲 黃國昌就會往上串了 但是民進黨發現了這個所謂分裂的盤勢 他們知道比起國民黨鐵板一塊 現在民眾黨我不用多 我拉個五票行不行 我拉個六票行不行 就算黃國昌不要 就算黃珊珊這個是票 一定有可能往我們這邊倒嘛 我只要把他拉過來 我拉了六票我就過半了 對我只要一案就一案 反正柯文哲現在說就民生論民生 我就有機會 偷襲國民黨成功強度關山 等一下人家說 演戲空看戲公 這個雙簧 這個我們就pass過去了 我覺得這張照片真的是看到我們 沒有辦法理解 法夾彎可以彎成這樣 你不要忘了 他們第一場那個武鬥場的時候 不是不要亂亂亂亂的時候 欸 這兩個敢不敢踢破壞 現在可以這樣朝野和解破冰 欸不只踢破壞 這個我們講的這文公武鬥口舌之爭 非常嚴重 甚至都有一道物理性的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還記不記得 黃國昌那個時候 對誰 對郭國文啊 一大早這螢幕 我都忘記他叫什麼 反正就一直在叫 反正黃國昌就呈現一個叫的狀態 可是你看喔 那時候無事要怎麼去形容他 欸很難聽了 快去驗有沒有 狂犬病 欸 這個公人是什麼 公人是幹 還是誰的狗 誰說本地啊 他在暗奉他說 他跟傅崑崎之間的關係 結果你看喔 現在說變就變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喔 就連柯建銘現在積極的 為一個人在洗白 你仔細看喔 吳思瑤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也是吳思瑤 但吳思瑤為什麼會這麼大的改變 居然跟我平心而論 跟民進黨恐怕沒太大的關係 那跟才有關 跟老柯的這篇情書有關係 你看柯建銘這篇情書怎麼講 說吳思瑤不只是無敵女超人 還是白頭馬乳 最美麗的臉龐 喔他這個文情必貌 我跟你講看完之後 我都死掉了沒皮 我想說柯建銘是難不成 對吳思瑤有什麼 他們兩個之間哇這個戰友的情 已經昇華到什麼地步啊 當然不是嘛 他擔心說 在這樣的紛爭狀況下 吳思瑤很有可能被罷免 各位不要忘記了喔 我們苦主還在現場喔 如果當時不是斯康哥 如果不是分裂的話 請問一下會輸這場選舉嗎 沒有喔 斯康哥每天都跟我講喔 說欸 雨萱我那個民調那時候還贏5% 所以那我反而問一件事情喔 現在大家已經看到 吳思瑤每天在立法院叫罵 悔不當初了 不管國民黨 不管民眾黨他們有一個共識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就是很討厭吳思瑤 那請問一下 如果民進黨推罷免案 吳思瑤變成罷免案的標例跟對象的話 會不會過關 非常高機率過關喔 罷掉囉 我一個月兩個月前 我就說我支持斯康哥 主動提出罷免嘛 對不對 因為罷免之後 大家痛過一次之後 就不會再痛一次 所以當然吳思瑤現在很緊張 管你黃國昌管你黃珊珊 只要你們能夠支援我 只要民眾黨不要那麼討厭我 如果我不會被罷免 我就可以確保我剩下來的鎮壓 能夠安全的走下去 好 所以回頭你來看 從在國會當中的柯總召 一敗再敗 最後發現我要怎麼逆襲 回頭 最後發現那人卻在燈火藍山處 那個沒有用的巴西 喔 現在開始被人撞掉了 是這樣嗎 因為我覺得過去幾個禮拜以來 我覺得大家對於民眾黨 就專注在一個人 就民眾黨就等於黃國昌 黃國昌就等於民眾黨 對不對 你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說你去問黃國昌 所以我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黃國昌就是民眾黨 但後來發現好像也不是如此 對不對 就像你知道我前幾天 我來跟幾位前時代力量 的民意代表在聊天 他們說當時黃國昌 在時代力量也是一樣啊 一個人成為政黨啊 對不對 但是你仔細細想想 其實民眾黨應該是不只是 只有黃國昌啊 所以包括黃珊珊嘛 因為黃珊珊過去確實 跟民進黨的互動 屬於比較可以溝通的對象啦 所以是不是未來可以找 不同的白銀的人士 來推動大家有利的凡 這當然是任何政黨都會思考 我相信國民黨也會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好 大家打完一架了 這個國會擴權 我們說擴權 國民黨說這個是改革 好沒關係 大家打完一架之後 你國家總是要往前走吧 總不能繼續打吧 每一件事往下打也不好嘛 韓國瑜都說啦 我們現在來優先討論民生法案嘛 對不對 客人也說大家去尋找一些共識 賴先生也講 我們先把大家有共識 共同志的東西 做為優先推動的對象嘛 所以如果大家有這樣子的共識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 大家討論往下走 所以我覺得這基本上啊 你無論大家怎麼解讀啊 我認為如果跨政黨之間 大家願意做下來溝通 這對於立法院的運作 是好的一件事啊 好斯剛最大的苦楚在家 女戰狼現在高喊 朝野兵士和解 所以她怕被罷免掉 你的甜蜜復仇時刻到來了嗎 阿彌陀佛散哉散哉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們不要 我們基本上是個當事者之一 射警新聞的 我們就從旁 等一下公平客觀的 來做一些評論 那你說吳思瑤 他在兩個禮拜前 一個月前 怎麼不跟在野黨合作呢 怎麼不跟在野黨這個 递出橄欖枝呢 怎麼不提說有些地方 我們可以讓步啊 不要讓這個朝野這麼大車拼 然後撕裂 然後讓整個總統的施政呢 蒙上一層陰影 一個月前 兩個禮拜前我們不這樣做 他現在這個弄完了 迫切的危機就在眼前 那當然你說這個罷免 當然還有一長串的程序要走 可是我提醒大家 2020年也就是四年前喔 那時候美豬的事情之後 我們在那時候也在北投市民的選區 也在擺攤罷免他 那時候反應很熱烈 也有反應很熱烈 據我就初步來看 大概也有差不多三四萬人 有留資料的 所以當時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 當時怎麼樣化險為夷呢 那是因為他那時候 因為要全力把注意力放在那個什麼 陳柏惟 不要這麼多開戰場 因為陳柏惟那時候的仇恨度更高 所以就把那個主力的放在陳柏惟 罷免主力放在那 所以那未來幾次喔 我就看吳四遼自己 怎麼去緩和這個氣氛 因為罷免要一個社會氣氛 仇恨值要高 如果說他還這麼的 講話很大聲 然後呢有理不饒人 很多人那個 在蔡市長跟我講說 吳四遼這次當選之後 怎麼變那麼派呢 怎麼跟以前的四遼姐姐不一樣呢 很多人在蔡市長這樣跟我講 我說沒關係 他執行黨的意志嘛 所以要看他未來怎麼做 如果說那種仇恨感再高的話 我都覺得很多事情都見在身上 監院考試員要不要廢除 最近吵得震天嘎響 沒有想到監院自己一腳踩進來 是不是太想辦案求表現刷存在感啊 多名監委已去查山腳斷層為理由 要對新北的溫載俊還有周紫陽兩大重劃區發動調查 結果消息一傳出 立刻被新北市議員痛批 後知後覺 半藍不半綠的監察院廢掉剛好而已 為什麼要這麼生氣 好 居家跟他報選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我在跟大家講 監察院到底他的存費問題 昨天給大家是兩個字 什麼兩個字 兩兩嘛 沒了啦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都不錯的話 那就不用想了 85席寫在這裡 然後另外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去問監察院長陳菊 他一定會說他支持廢掉監察院 觀眾朋友 有沒有 今天陳菊因為出席活動被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 我身為監察院的院長 支持修憲廢掉監察院 當初我就是這個想法 民進黨就是這個想法 現在也一樣 但是他不支持昨天羅次長提的那個 就不修憲 然後呢也不動 可是廢掉了監察院就留下了監察權 然後預算通通要凍結 因為現在29個監委都在 好 這是陳菊的說法 支持三權分立 理想沒有改變 那麼修憲來廢掉監察院 那觀眾朋友 因為是這樣 大家討論說監察院 它存廢的問題 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今天我來節目上面跟大家分析這一題 我覺得廢掉監察院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只要把監察院的 它的包含審計權 跟它的相關的這些權利 分出去 然後呢把調查權監委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糾舉 然後還有這個彈劾 對不對 還有糾正 把它這個兩糾一彈 放到國會的立委身上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這個必須經過修憲 那大家為什麼會有這個氛圍 今天就跟大家講 其實為什麼有這個氛圍 因為監察院 就在我們東盛頁旁邊 對明明 監察院的建築物 古色古香 但是裡面監察院的這個動作呢 也像樹欄一樣 古色古香 慢半拍 慢好幾拍 慢慢來要什麼東西都不辦 搞半天都沒辦 所以大家對監察院的看法 就沒有那麼好 第一個 它的效果功能不彰 第二個 它是不是有這個整個組成的結構 沒有代表全民 第三個 它花多少錢 有沒有辦到所謂 藍綠多辦 還是辦藍不辦綠 就是三大監察院的問題 觀眾朋友 一年監察院大概花掉 我們國家的工廠十億 每個員一個月大概二十萬 然後還有辦公室的助理 他會有配個秘書 還有每個人都有配車 所以光是人事費用 一年就要七點六億 剩下大概兩億多是這個行政費用 所以大家講說 那監察院拿的錢不少 那你辦了什麼事呢 辦什麼事 好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 最近辦什麼事 觀眾朋友 才剛講了 這個侯友宜 去查三十五年前的案子 我們節目講過 對 我們節目講過 他把他們遞解出境 當時總統是誰 李登輝 對不對 那你怎麼講 他就是個刑警 這麼多人 來來 我們先看這張好了 這麼多的警察 因為那天我們講過了 今天就短講 這麼多的警察 要遞送兩個 當時所謂黑名單 也不是把他們抓去哪裡 就請他們坐飛機離開台灣 為什麼就只有聽侯友宜 因為到後來當了市長 也請了總統 那其他人怎麼不糾群呢 35年前的案子還在查 真的過去沒有這麼久 第二個 怎麼又跟侯友宜有關 這是侯友宜他的政見 新北市的溫仔鎮 周子洋 五股心莊那個地方 他把他整個重劃以後 他變成是心莊副都心 然後板橋 溫仔駿 他最後會讓整個地方發展起來 原本的是什麼地方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剛好我念輔大 對 所以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我就在那個地方騎摩摩車 對 中港大牌 後面整塊 其實就都是鐵夫 都是工廠 而且他可能是治安的這個什麼 叫化外之區 包含五股垃圾山 裡面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警察也進不去的時候 因為今天是侯友宜他當市長 而且他又是警政所長出身 他也想說把他整塊都做處理了 這沒問題 這次侯友宜當成是政見 是他的這個政績的 現在警察員要去查 觀眾朋友我覺得查沒關係 那你要有問題的時候查 師出有名罵 對突然跑出來查 他要查 他這個三角斷層錦鱗貫穿 溫仔駿跟周子洋的這個重化區 有沒有問題 他現在又要查 好這其一這跟侯友宜有關 再來 你要知道溫仔駿他過去 來回審查其實已經十多年 因為他要這麼大一個開發案 總不可能就侯友宜一個人完成 內政部一定要查的 侯友宜現在當市長 也不過第五年 那之前還有誰 之前包含 所有的包含孫昌任內 都已經 對不對 都經過了這麼多的一個審核之後 現在警察員要查 觀眾朋友我把我態度跟大家講清楚 不是不能查 可是好像突然密集都在查侯友宜 對不對 所以就會被大家講說 是不是你半藍不半綠 除了侯友宜之外 國民獎值得現在比較多 新竹寶山的台積二奈米廠 也是有斷層他也一起查 那觀眾朋友 今天查員最近還有查一個東西 我今天還沒講到 就是核能電廠斷層帶有沒有 所以他在塔身一些 那觀眾朋友 因為先前曾經有那個打電話去問說 小雲在不在了 彈劾後來失敗 大家就會發現說 建察員好像 你拿了錢不少 可是你卻好像半藍 好像不半綠 或者是遇到 民進黨有一些案子 民眾有意見的時候 你又不敢去動 像是什麼例子 俊翰哥 像是我們在COVID-19疫情期間的時候 當時大家對於疫苗的採購過程 有沒有 3加11 其實疫苗採購 還有這個相關的案子 當時監察委院也說要查 對 可是當時因為陳時中是指揮官 我們也就希望支持陳時中 行政院長孫昌也講說 查這個是什麼 這太不公平了 講完之後 監察院真的 他的氛圍就是說 這個是幫國家在做事 我們的防疫的指揮官 後來就全部都沒有查 所以兩相對比 觀眾朋友 因為今天我認為 要把監察院給廢掉的話 就是應該修憲 國民黨現在這樣 直接把預算給動掉 我覺得這是不行的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阿扁實習為什麼 因為29個監委 根本都沒有產生 所以沒有監委 你自然就不用預算 可是現在是有監委的 所以陳菊今天也講了 你要犯 廢掉監委沒有問題 請用修憲的方式 這個我支持 但是如果還有監委 在你卻動絕預算 會有問題 但反過頭來 為什麼社會的氛圍 這麼討厭監察院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件案子 如果你常常 就是不敢打老虎 或者是半藍不半律 民眾對你監察委員的看法 就會形成很大的落差 好 宇軒 我們來看到 為什麼現在營造一個 監察院要刷存在感 卻營造撩起一個 討厭監察院的風 這兩張擺一起 就超有feu的 你要查斷層是不是 我就問 新竹寶山台階二奈米 要設在這個地方 斷層查一查 你就也給他過了 更何況這個斷層 什麼時間的 這十年了 查十年 你現在說要再查這個 人家才會想說 你是不是糟糟就見紙喉友誼 當然見紙喉友誼 就跟我們討論一件事情 NCC是不是應該本該是一個 獨立中立機關的單位 當然是 那請問NCC現在有獨立有中立嗎 打一個問號 就沒有啦 我直接講就沒有嘛 所以這個 機關單位本身不是問題嗎 你講到分別兩個斷層 為什麼會有截然不同態度 那你怎麼不去問問看陳忠諺 陳忠諺那個叫做板上釘釘的事情 各位 我們這個叫做案情選擇性的判斷 對不對 所以案情選擇性它有它的判斷基準 跟判斷標準 就如同NCC對待不同的單位 它有不同的判斷基準跟標準 但是這個跟基準跟標準 它如果取決的問題 是來自於政黨的顏色 來自於政黨的傾向 甚至來自於政黨的關係 那這個機關就大量自然會討論 它船廢的問題嘛 因為你本來是作為第三方 中介仲裁者的角色 不論說你今天是要對於媒體 不論說你今天是要對於官員 但當這個失準了 它成為什麼 成為特定政黨的工具跟打手的時候 大家當然會質疑它的存費性嘛 但我覺得反而有趣的是什麼 有趣的是好 那請問一下今天陳菊的態度就很妙了 你說 那宇軒科不對啊 你看陳菊他也支持 把這個監察員的廢掉啊 當然啊他這個我們講的 坐著說話不腰疼 那錢是你在領 十億是你在用 那耍廢是你在耍廢 那當廢務院是你在當廢務院 然後辦藍不辦律是你在辦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說應該要廢 那這雙謊嘛為什麼 因為陳菊心裡很清楚知道 這一件事情處理不了也廢不掉 我們講兩個政黨我們來談 一個叫國民黨一個叫民進黨嘛 民進黨對於廢監察員的態度 原本是什麼 原本說 31個委員 包括陳廷芬在那裡 是不是說本來就把監察員 就把他廢掉啊 沒問題啊 結果馬上出來 老柯踩煞車啊 老柯突然跳出來踩煞車說 沒有啦沒有啦開個玩笑啦 不是優先法案啦 對不對 不是那個此刻非禮刻 結果沒想到 現在陳菊又跳出來說 喔那我支持這個廢族監察院 那請問一下 黃國昌在講的時候 你陳菊怎麼不講話 為什麼是等到黃國昌講完 曾聽非講完 而且國民黨踩煞車 民進黨在踩煞車 知道這一件事情不會成了之後 你才跳出來講這種話嘛 所以各位理論上來講 如果依照原本國民黨的 五權憲法 監察員真的能發揮他的作用 發揮他的功能喔 那基本上是不用廢了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很多人講啊 唉不用啦 把人換好的就好了 換好的人願意做 那這個監察員發揮他的功用 有這個調查權 能夠糾正 能夠彈劾 那就好啦 那就不用廢啦 錯了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制度 沒有辦法讓他們達到這樣的功能 結果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嘛 我們的制度沒有辦法確保監察委員 到底會不會依照他的中立 發揮他的行使 如同蘇貞昌講過NCC的一句話嘛 誰也管不著他 他也什麼事情也不管 這個才是我們當前監察員最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這個制度是這樣 那是不是應該修 當然應該修 看顏色在辦案 觀眾朋友再來看一次 查侯友誼 查侯友誼 這個也是查侯友誼 Vincent 所以現在就被質疑說 你們的監察院是不是 針對性的辦案 監察院查民進黨的案子 查國民黨的案子都有啦 其實如果你去看他過去的相關的案子 其實真的是 所有政黨的這個 政治人員應該都是有被查過 我覺得最主要是 監察院他本身的設計就是有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按照其他國家來說 是比較屬於是上議院這樣子的部分 但理論上他有民選 他也沒有民選 他就是總統子民 然後立法院同意嘛 對不對 那你六年就換一次 所以就變成說 勢必你總統做八年 做到最後他一定是 清一色都是其中一個總統 去提名出來 所以他本身的設計 就已經逃不掉這個政黨色彩的問題 所以我就說大家對他的批判我理解啊 但是因為這個是他設計的問題 好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那既然他是設計 那你怎麼辦呢 我個人覺得 該廢就該廢 真的百分之百該廢 我覺得你今天公投去問大部分的人民 要不要廢 我覺得大多數會說該廢 來Vanson 新聞點上論新聞 我就問了 今天這個是周子陽 這個溫仔鎮 周子陽旁邊的這個三角斷層 上個禮拜嗎 去年不是耶 15年前就規劃了 那個斷層也一直都在 這個時間來查這個案子 時間點 什麼意思呢 但是我是覺得 我的理解 對監察員的理解是這樣 我可能是錯 但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說任何的監察委員 19席對不對 院長 副院長除外 都可以去做調查 任何人都可以做調查 所以有一些人他是調查環境 有一些人調查土地 每一個人的興趣不一樣 那任何一個調查案不代表 這就是監察院這個 這個院的立場 這是一個監察委員的調查案 那監察委員有幾位之後 可以進行這個所謂的彈劾 但是 糾正 但是糾正 至於是不是要到彈劾的部分 那就整個院要投票 我的理解好像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你不能把一個監察委員 希望去查什麼案子 就是說你看整個機構都是有問題 好 這是Vincent的看法 你贊成吧 斯剛 這樣子 這個民進黨對監察院的看法 基本上前後也不一致 因為你沒有在野的時候 過去長期在野 但覺得這個 國父孫中山的五權分立 怎麼看著不順眼 就是那個老罰頭 但是一旦掌握權力之後 監察院好好用 二十幾個監察委員 今天不安撫一下誰 跟一個監委 不然別拜啊 一個二十萬 然後工作隨你挑 想要查誰就查誰 就像是侯友宜 周子俊也好 溫子俊也好 周子洋也好 不講這個事情 現在都在賣房子了 很多的建案都在賣那個地方的房子 然後呢 都變成一個造證的一個概念 那你都要告訴查辦 你以後 這邊是斷層不能住 那買人怎麼辦 那你要去查誰 查當時所有的人嗎 這事情就很久 甚至到蘇貞昌的晚 當現場的末期 都在整理這些地了 所以你在查這幹嘛 就是翻舊帳 還有過去他在 當任這個刑事局長的時候 這些舊帳 他一個要翻出來 還有一間陳詩夢 監察院做什麼 誰判馬英九無罪的 還是專門去判 找那個法官麻煩 那你說這樣的監委 大家討不討厭 當然很討厭啊 疫情催出的B經濟 十一住行 B一下 通通完成 多方便 商機有多大呢 以後更是大爆發 過去五年居然成長了25倍 而接下來 這種第三方支付 目前為止全台居然有上萬家的業者 搶他的商機 商機多大呢 金管會預測 在短短兩年之後 非現金交易的金額上看十兆 難怪 你就看到從信用卡 銀行 外送公司 甚至遊戲平台 都跳下來 為什麼 他們口袋裡裝著滿滿的會員 霞會員 號令天下 沒錯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說 這幾年的這個所謂第三方支付 或是說整個電子支付大崛起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疫情過後 很多人都已經習慣在網路平台上面 譬如說我們以小吃攤為例 小吃攤來說的話 這幾年的行動支付了 這五年成長了25倍 你知道連小吃攤這種過去行動支付很難接觸到 都成長了那麼多 那尤其是大家都很看好 未來我們整個電子支付 或是說這個電 非現金支付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金管會目前為止也在強推 他說我們非現金支付的這個交易 在2026年的時候 交易的比數要來到80億比 然後金額要達到10兆 那也因為這個金額相當大 所以我們國內很多業者就開始加入所謂的第三方支付 甚至是電子支付的這個相關的行列 那我們以這個第三方支付來說的話 因為第三方支付的門檻比較低 那我們國內有非常多 都有在加入這個裡面的這個狀況 那目前為止來說有1萬多家 所以你說看似這個商機很大 1萬多家在搶這個餅 對 但是競爭也相當相當之激烈 好 那如果你沒有在前面幾名來說 你可能未來要出頭天的可能性就非常低 好 那我們來講以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LinePay的用戶是1200萬最多 那緊接下來的話就是接口支付的這個643萬 還有包括說像一卡通有612萬 還有全支付的463萬 那如果我們以這樣來看的話 事實上這裡面成長最快的就是全支付 全支付是成為這幾年成長最快的一個第三方支付 好 那我們講第三方支付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你真的要成為王者才有機會出頭天 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目前為止 大家知道星貴的股王 一度星貴的股王是誰嗎 是LinePay 為什麼LinePay他當時的登陸星貴的時候呢 以348元登陸星貴 居然一度居然衝破到1030塊 變成星貴的股王啊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LinePay的用LinePay的拓展了 約沒有50萬個支付的這個據點 他是最大收單銀行的三倍 所以你要有特殊利基才能夠在這裡面的能夠 做個拖 拖引而出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跟他講 第三方支付的門檻比較低 但是如果你這個營業 如果月營業到了20億以上的時候 你就要升級為電子支付 這就變成是一個更高的門檻 那以我們台灣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有在10億以上 代收金的超過10億 然後沒有到20億的第三方支付 有這麼多公司 我們每年2021年2022年2023年 都會有相關的review 那這裡面來說很多公司就說 我不要突破20億 為什麼不要突破20億 我跟他講 因為第三方支付的管理單位 是我們的訴發部 但是如果你要升級為電子支付的時候 主管都會變成是金管會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面有一家公司 叫做藍芯科技 藍芯科技已經很多年都是在 他營業的都是在這個10億 沒有到20億嘛 那我們為什麼講藍芯科技 因為藍芯科技 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變成是大家討論的一個重點 這裡面牽涉到我們國內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遊戲業者之間的 這個算是鬥爭 或是說算是一個 這個對抗的這個狀況 這個我們當然用這樣去形容 這裡面就牽涉到 因為自貫公司 自貫公司 自貫公司是藍芯科技的母公司 那去年不是有 這個市場說 這個網銀要入 要爭奪 所謂的自貫科技的 這個爭奪經營權 然後就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藍芯科技的這個狀況 好當時市場是這樣說 但是我們今天跟大家解謎是什麼 解謎說有時候事情 不是你想像中的那個樣子 那真相到底是什麼 對好我們現在講 如果假設這個 今天的這個網銀國際呢 他是為了說 我要第三方支付的 我想要拿著這個藍芯科技的 這個所謂的主導權的話 可是就像你知道嗎 今年1月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今年1月發生一件事 就是有人呢 據我們的側面了解 有人去拿著這個 藍芯科技的股份呢 就說那請問你這個網銀的 這個蕭老闆 願不願意接手 那當時網銀的蕭老闆 就是認為說 我好像對這個沒有太大的興趣 所以當時他是拒絕了 就是說我們沒有 我們不需要這個交易 所以就是說 當時是這樣子說 那就跟 怎麼三傳四傳傳承呢 我要去搶這支金雞母 對對好 那我們就講 這個就非常有意思了 因為如果假設 當時有人來 這個兜售所謂的藍芯這件事情 因為藍芯的這個股份來說 有一半以上在外面 所以賣給他 如果按照市場傳言說 欸 我網銀拿下置冠是為了藍芯科技 那其實呢 我就可以直接買藍芯嘛 那不是更快嗎 那我還要去買這個置冠 那幹什麼 所以這個就跟當初我們市場上面 傳言的邏輯就不太一樣 不過我們要講 那他為了自貫 到底為了什麼呢 我們就跟他講 事實上以網銀國際來講話 他現在更在意的是 我除了我的這個平台之外 我要創造更多的娛樂的這個平台 給一般的這個大眾使用 好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事實上最近的時間 網銀國際用6.4億取得了 遊戲局值旗下的這個樂點公司 這個16%的股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最近還什麼 接手所謂的角色影城 投資影業啊 然後包括我們前一陣子很熱 熱賣的這個周儲儲傷害啊 他都在拍這些東西 所以也就是說其實 他現在是要跨足所謂的娛樂圈 就是說我希望在我的平台上面來說 除了有我的這個所謂 這個相關的遊戲平台之外 還有一個娛樂平台 所以看起來的話 網銀國際似乎是他對這個 第三方支付這塊領域 他並沒有說因為 並沒有說非常的這個有興趣 反而是他在拓展一些其他的業務 好那為什麼他可能會對這個沒什麼興趣呢 我跟他講我剛才一開始就講 這個版圖看似很大 但其實很難吃 譬如說以LinePay來講 LinePay也是虧了好幾年 好不容易現在才能夠獲利 那以藍芯科技也是一樣 就是被傳言中要這個 這個入主自貫想要取得的這個藍芯科技 藍芯科技在2017年被自貫合併進來之前呢 他連連虧損 那結果合併進來之後 自貫也沒辦法營運得非常好 是因為後來跟大宇合作之後 才順利轉虧為營 那轉虧為營的時候 2023年他才獲利200多萬元 也是 你看獲利也是不多 這個稱他小經濟也有一點勉強 做得很痛苦 做得很痛苦 其實賺不少錢 那結果你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說藍芯科技呢 因為藍芯科技原本有個大股東叫大宇 大宇是他母公司 因為全打 全打持有這一家 那全打是這個大宇的子公司 結果最近呢 大宇全打就說我要把這個藍芯科技賣掉 藍芯科技賣掉 因為他持有藍芯科技大概32% 他這一次一口氣就賣了20% 哎呦 這如果真心沒辦法就賣 對 所以顯見呢 他們認為說這個藍芯科技這個部分 我可能就獲利了解 我沒有要持有他 那當然原因是因為大宇他們有另外一個支付嘛 弘揚支付 所以他們說 那我們就拚我們自己的支付啊 我不需要藍芯科技這個支付系統 所以我才說嘛 我們今天講這個故事就是 把大家認為說 哎沒有錯 電子商電子支付的這個商機非常大 但是其實呢 裡面也是暗潮洶湧 那這個整個市場是坦途嘛 也未必是如此 所以有人家是 我們今天主要講的就是 網銀國際在市場上面來說 傳言那些所謂的 他是為了什麼自觀而去的 我們今天為大家這個仔細查證之後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武器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9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100萬的訂閱 我再唱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call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100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 我們請到這邊 什麼都會看 你會想看